维基特里彭斯瑞感觉到地面下沉 他在这所房子里住了44年了 他曾在家里经历过下沉的感觉 这个街区临近运河 不平整的道路和墙面上的裂缝 在向人们预示着一个不可改变的命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可以帮助我们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里是曼谷下沉最快的区域 每年下沉两厘米 这个速度是曼谷其他地区平均下沉速度的两倍 整个曼谷建立在一层软质粘土上面 如果你坐在船上 从硬河望向这片区域 你就会观察到这片土地是空心的 没有结实的地基建筑在下沉 索姆萨克孔鹏白开玩笑地说 如果20年后再在这里采访他 只会到他的肩膀那么深 导致下沉的主要原因就是海平面上升 过多开采地下水 以及日渐增多的高楼大厦 利益驱使人们大兴土木 石头不紧 正在为陆地下沉而发出警告的人们认为 这是很愚蠢的举动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如果土地下沉 地价就会下跌 没有赢价 有人说可以花费数十亿美元 修建防洪堤 加固制作洪水频发的城市 可是就算是花费巨资 大自然仍旧会回收它所拥有的 这片三角洲上的堤洼湿地 美国之一曼谷赫尔曼报道 由莫菲播报